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老板向华盛建生情愫 继而走到一起 可惜两人没能修成正果 与向华盛分手后 他先是与汪宇传出姐弟恋 接着跟经纪人刘永辉传出婚讯 2017年 张敏否认跟刘永辉结过婚 但承认恋上小十岁的师兄范 两人因信仰相同而结缘 已经在一起多年 但是并没有结婚 被问到男友是否靠他养 张敏则说男友有自己的工作 不需要他养 前段时间 这个师兄范为了给某网红撑场 强行让生病的张敏出境 事情传开后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不少人担心张敏选错人 不过 对于外界的闲言碎语 张敏并没有理会 如今的他一心向佛 不会执着于一些困扰自己的事情 二 红心 红心当年以美貌著称 他十七岁进入娱乐圈 成名之后一直走浓岩路线 无论到哪里都是光芒四射 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港风女神 红心有三段出名的感情经历 然而每一段都一地鸡毛 狼狈不堪 第一段是和富商刘鸾雄的绯闻 之后他遇上了渣男墨绍聪 未婚生下了儿子 而墨绍聪却翻脸不认人 此后红心一人把儿子拉扯大 还决定转战内地 在内地 红心很快遇见了那个小他十岁的男人张丹风 然而好景不长 张丹风被爆出出轨助理 虽然红心帮着老公说话 但此后两人的互动就少了很多 张丹风还背上了渣男的名号 事业一路下滑 几乎无戏可拍 近期 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澳门偶遇 红心和张丹风一家的照片 红心和张丹风都是素颜出镜 但红心看起来面容略显憔悴 两人此次带着孩子到澳门去旅行 打破了之前的婚殿传门 两人之间分分合合的传言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不论网友如何猜测 感情这些事情 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 希望两人能够过好自己喜欢的生活 一直开心快乐 三 陈法荣 陈法荣以港姐冠军的身份出道 作为唯一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港姐 还被媒体评为最有都市气质的港姐 当年一头利落短发的她美艳又端庄 迅速俘获大批观众的心 可以说前途不可估量 可她却沉迷于和富商的交往 事业名声纷纷抛中脑后 然而所欲皆非良人 每一段感情都不得善终 直到四十岁时 陈法荣遇上了号称坐拥挤十亿家产的富豪朱敏 两人一度谈婚论嫁 陈法荣也放心地将财产交给朱敏打理 结果 一场金融危机后 朱敏卷走财产消失了 甚至被扒出早就破产了 陈法荣也能为笑柄 随着时间的流逝 流言都变成了过去 如今五十六岁的陈法荣没有放弃爱情 就算曾经三遇渣男 他也依旧相信爱情 平时 陈法荣经常会带爸爸出去旅行 陪爸爸去医院 去商场逛街 自己家里还有心爱的狗狗 一个人的生活 还是很滋润的 四 周慧敏 1987年 周慧敏成了香港电台节目《青春交响曲》的主持人 到1988年 周慧敏便签约了TVB 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 之后 周慧敏进军歌坛 很快便闯出了名声 凭借秀外惠中 清新脱俗的形象 周慧敏被评为十大健康 形象艺人 成了玉女掌门人的代表 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周慧敏 感情上却颇多曲折 1989年 周慧敏与尼震一起主持《摩登时代》而相识 没多久 两个人就公布了恋情 然而才子多情 和周慧敏在一起之后 尼震这种多到无处安放的情并没有收敛 周慧敏次次都选择了原谅 直到2008年 尼震被曝光和一女大学生在夜店巷门 这次的周慧敏没有忍了 果断提出分手 结果就在分手两周后 两人竟然公布了结婚的喜讯 不得不说两人的关系真的是一个怨党 一个怨爱 如今55岁的周慧敏 偶尔开演唱会 舞台上的她仍是那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她跟尼震相识相伴了三十多年 就像周慧敏自己说的 我与尼震相识于微时 一起共度过不能尽算的高低起落 早已磨合了一套我们之间的相处艺术 官淑仪 说起九十年代香港天后级的歌手 一定不能漏了官淑仪的名字 她的代表作《难得有情人忘记她》等至今都让人念念不忘 而除了歌曲之外 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她的几段感情经历了 2002年 官淑仪被曝出在美国未婚生子 一时间风起云涌 人们纷纷猜测孩子父亲是谁 直到2014年 官淑仪首次公开儿子父亲的身份 是有不丹活佛支撑的任波切 曾志伟只是自己的好友 不过任波切对此事没有做出回应 除了与活佛的那一段情 官淑仪在2014年还曾和小自己23岁的内地男主播 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被网友戏称为母子恋 不过很快就无疾而终了 只能说官淑仪的眼光实在是奇葩 没有一个是靠谱的 在2020年宣布退圈后 网上关于官淑仪的消息就很少了 不知道回想往事 她是否会因为自己的任性而懊悔不已 六 钟丽提 钟丽提是知名五星 她出演的《破坏之王》 《97加油喜事》《人鱼传说》等电影 深受观众喜爱 毫不意外 她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外界关注 钟丽提的婚姻比较坎坷 在遇到张伦朔之前 钟丽提经历了二段失败的婚姻 她和两位前夫一共绿游三个女儿 2015年因为合作真元秀 《如果爱》 张伦朔对钟丽提一见钟情 之后她对钟丽提展开追求 考虑到年龄问题和自己的实际情况 钟丽提选择拒绝 但是张伦朔没有放弃 最终他们成为了恋人 并于2016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如今他们已经相伴走过了好几个年头 在这几年里 他们一起养育三个孩子 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 之前张伦朔还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钟丽提看夕阳的背影照 并用文字记录了两人温馨 美好的日常 通过这条动态不难发现在丈夫张伦朔的身边 52岁的钟丽提依然拥有着天真 俏皮的一面 7.陈秀文 早在70年代末 陈秀文就已经正式出道了 小巧玲珑 清秀文雅的她 在年轻时候可谓吉林气宇秀起于一身 她曾出演过多部经典电视剧 并且还连续多年入选十大最受欢迎电视艺人 这对于一个亚史艺人来说实在不容易 只不过事业上的成功 并未给她带来永久的幸福 因为育人不输 她的职业生涯险些 因此毁掉 家庭也差点分崩离析 1983年 两人正式结婚 并在婚后有了一个儿子 90年代初 林国雄退出娱乐圈开始经商 搞房地产生意 外债不断 陈秀文只能继续拍剧赚钱 养家糊口 1998年 林国雄的僧人 好友在内地建佛教大学 陈秀文借出一千万港元 谁料这位僧人竟然携带私逃 千万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笔笔债务 2011年 陈秀文和林国雄正式离婚 结束了28年提款机的日子 如今 陈秀文已转型成香薰治疗师 不过并不是出于维持生计 只是因为他一直对香薰很感兴趣 他还专门开了一家网店卖香薰 8.杨仪 杨仪出身 TVB训练班 2003年 杨仪饰演《功心记》中的姚金凌 凭借奸飞这一角色收获粉丝无数 2012年 他凭借名媛望族 获得了最佳女主角 然而 事业发展顺利的他 感情路却非常曲折 多段恋情都已失败收场 直到遇上同为艺人的罗仲谦 他的一颗心才安定下来 2011年 杨仪跟罗仲谦搭档 参演电视剧《Uncle 36小时》时 两人阴系生情 恋情被媒体曝光后 夜内一片哗然 罗仲谦虽然在港鱼圈的咖位很小 但是他的过往情史却不少 四年之中 接连跟13个女人纠缠不休的绯闻 在媒体的爆料之下 闹得满城风雨 他还被前女友曝光喜欢动手 让人直呼渣男 然而 2016年两人还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无论如何 如今43岁的杨仪 终于将生活过成了他想要的样子 至于身边的那个男人 是否能在他的治理之下 做一个相亲娇女的好老公 还带时间验证 以上几位女星的婚姻经历告诉我们 婚前一定要擦亮眼睛 多观察多了解对方的人品 而且自己要有独立意识 不要把全身心依附在别人身上 只有爱自己 才能做到爱别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